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婷 欢迎再次收看 蔬果厨房实在有理 吃是有道理的 只要能吃在当地 吃在当季 就能吃出食物的健康与美味 油菜 在我们台湾传统市场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 据说它对老人家的脾胃 非常有帮助 尤其是跟豆类 还有蛋白质一起食用的时候 效果更佳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有机油菜的故事 辽小林和詹正林正往圆间移动 他们要去看看油菜的生长状况 这个是油菜 这个大概种下去差不多一个礼拜 成长期大概要一个月 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会更久 这一处位于桃园县 观音乡的有机农场 是由詹正林与女友 辽小林共同经营 这对在农物表现上 显得驾亲就熟的年轻农友 求学时的领域和农业 是搭不上边的 我以前是学医师技术 然后生物技术相关的 就是以后正常应该在医院里面 做研究的 我有做过研究助理相关的工作 也有做过一班行政助理 就是都完全不相关的行业 都是坐在办公室或实验室的 我读的是公共卫生学系 然后主要是做医院的行政管理 或者是流行病学那些研究 在校时由于同样爱好户外活动 两人成为同社团的学长学妹 至于会接触到有机农业 就要从小林的故事开始说起 当初一开始是被小林拿去中兴大学 上的有机农业课程 她觉得内容很深奥 然后就觉得什么都不懂 可是却很有趣的感觉 后来就开始积极地找这方面的课程 上然后就跳进来 就开始一直研究这些东西 完成了医学大学的学业之后 选择下田务农 的确需要相当的勇气 这份勇气除了是面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之外 也来自于家人的不谅解 之前也是心里蛮挣扎的 因为自己也是会担心生技的问题 所以一直到最近他下定决心 全职来农场工作 我爸爸本来一开始是正林开始 他先踏进来的 但他说他就已经很反对了 因为他不希望我的另一半是做农业的 对,然后之后就一直说服他 他也看他很努力 所以他后来就慢慢接受 他也不表示意见 那后来又变成 我说我要一起加入 他就整个很反弹 对,那一阵子家里面气氛都很不好 就是他其实… 他对我的期待是希望 我继续走医学相关的 对,那我就是有点违背他的意思 就是我要走我们自己想走的路 对他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违抗跟挑战 欢喜做甘愿寿 在周遭亲友的反对声中 正林与小林用行动渐渐获得家人的认可 我情况一开始家里也是很反对 他就是觉得做农 大家都觉得做农其实都不好吧 周围的亲戚朋友大概都这样觉得 可是我觉得我有兴趣 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还是坚持一定要做这一项 后来也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 就是化解他心理的疑虑 对,虽然他现在还是有点担心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只能就是做给他看 听得千万遍 不如自己动手做一遍 现在的两人对于农物早已是了然于胸 他们说油菜属于秋冬的作物 弱酸性的土壤比较适合他的生长 在秋冬是最好吃的时候 我们只要正常地给他肥料 基本上他都会很稳定地成长 然后配合土壤的去检验 看他缺什么肥料,我们就给他什么 就是补足他所有需要的营养元素 一般其实酸简直是弱酸性会比较好 至于农虫害的防治 是比较头痛的问题 有菜十字华科的几乎很多农虫害 像那个什么环条叶枣 邪文叶道虫 几乎所有的外面才能看到虫 听到的都会吃它 而北部连绵的阴雨 也让这批油菜的千金看优 前一阵子几乎天天都下雨 连续下两三个礼拜 然后菜都不会生长 这样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都不会长大,没得收成 就是农业还是 虽然在设施里面 还是要看那个有没有太阳 我觉得有机跟一般传统农业 都会面临到天气现在一直在变化 然后变化得很快 每一年都不一样 有时候真的很难掌握 能够种出很安心的蔬菜 对我们来说 就是蛮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拿出去的东西 经得起检验、经得起考验 甚至经得起消费者的质疑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蛮骄傲 然后可以让他们吃得很安心 很健康 对我们来说 或是对消费者来说 都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 小林说 种出安心的蔬菜是很骄傲的事情 虽然起不未就 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 但是两个人用知足感恩的心 得到众人的善解与包容 对于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他们有些话想对对方说 我想对小林说 其实就是很感谢她 这么支持我做这个有机农业 不然她面对家里有那么多压力 所以到现在 她还是愿意这样付出 我觉得非常感谢她 其实我觉得 感觉一切之中 好像冥冥之中 都有一种注定 就是说 不管是一起登山 就是那种一起磨练 共患难的情感 对 然后 还有一起走到有机 这条很难走的路上面 真的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油菜又叫做胡菜或韩菜 而闽南语中呢 我们叫它油摩菜季 在台湾一年四季都买得到 冬天它盛产期 空缆会比较甜 它可以拿来炒或是煮汤 甚至是腌制过之后才吃 像这样的食材包 我现在用它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大家听到油菜 第一个想到就是 每次在休耕的时候 看到整片稻田 都长满了油菜花田 大家可能是最想 就去拍个照 那其实油菜在古时候 可以算是穷人的野菜 因为传说 妈祖为了体恤 以前可能因为战乱 或饥荒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东西吃 那妈祖就是用这个野菜 去分给广大的民众 因为这个油菜花 随便一丢 就可以很容易地长出来 也不需要喷肥 就是撒肥药 或农药这一类的 就可以长很多 而且多去使用它 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以前可以把它当成 是穷人的野菜来使用 我们听到是油菜 所以相对 它想象到油脂一定很多 尤其是油菜籽 它本身富含50%以上的油脂 所以一般我们都拿来 它可以榨油 一些穷人家可以拿来榨油 来当成是煮菜的一个工具 或是说把它稍微炒过之后 可以当成是一些畜牧叶的食材 像养猪、养牛都可以用 那单纯的油菜的叶子的话 我们只要一般的快炒过 就可以拿来当吃 平常在佐菜的一个食材 因为油菜就是平常 我们如果容易口干舌燥 或是说火气比较大 容易便秘 我们可以吃些油菜来清热退火 那油菜其实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它可能对于吸收辐射 是有帮助 所以有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那个家里可以种一小盆的油菜 那对一些附近周围的辐射 其实也有一定的帮助 油菜本身是富含油脂 如果是本身的身体 肠胃功能碰到比较油的东西 就很容易腹泻的 我们今天少碰到油菜这个东西 而且如果肠子比较虚忍的 可能吃太多油菜的话 会容易拉肚子 所以一般是容易腹泻的病人 尽量不要吃 油菜一般在家庭里的也就是炒 在我们家好像没煮过汤 不过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什么料理 当然还是要请我们的优燃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特别料理 老师欢迎 你好 老师 现在油菜 你要教大家做什么样的料理 我们今天要把它做雪菜百叶 但是是不一样的做法 雪菜百叶 是一个很老的老菜 老菜 对 那我们今天是用 有些油菜杰的哥哥雪菜百叶 因为油菜、芥菜 通常腌腌 它们统称就叫做雪菜 雪菜 对 那我们就把那个百叶改成豆包 豆包 那我们今天配料 配料就是有这个腌过的油菜 腌过的 对 用盐腌过 但是洗干净又擦干了 但是是生的吗 对 生的下去腌盐巴 大概隔夜就可以洗干净 好 豆皮 豆皮 对 红萝卜 红萝卜 对 那这个是椒盐三葵 就是芥菜的椒盐 OK 很棒 还有香油 香油 那一点糖盐 糖盐 这个是炒酸的香菇丝 OK 那绿色是什么 酱汁的话我们是用油菜的叶子 把它跟水 它是生还是 稍微过水 过水的时候 对 炒酸汁 炒酸汁 对 等一下要做酱汁 OK 那这个 这是勾芡的 勾芡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 面糊 那我们现在就来包这个豆皮卷 包豆皮卷 那我们就都把它摊开 这个有时候如果说太湿 我们可以稍微吸一下水 吸一下水 好 这个 这是鱼肉有处理的吗 有 我这个是煮熟的 煮熟的 是 好 没有煮的怎么用 没有煮的就要把它切成油 切成油 切成油 因为这个菜很快就好了 好 那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尾部切掉 好 对折 对折 我们就是量刚好这个豆皮的长度 好 雪菜可以包多一点 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有香菇丝 一边有一个香菇丝 所以香菇也是处理过的 你也擦 我也是擦 擦水 一旦会稍微薄水 好 把这个 好 把这个 放下去 这样就好 把鱼肉炒出来稍微多 把这个 把鱼肉 然后在收口的时候 我们抹上一点点面 是为了怕它开掉 对 怕它开掉 就是它在炸的时候 总是会把它黏住 以防万一的话 我们可以再插一只牙签 好 就是不要打开 不要打开 不要打开 待会在吃的时候 我会记得拿出来 好 插一只牙签 好 我来揉一根 好 好 所以它的处理也不太麻烦了 不 不 它剩菜要腌多久 这个腌隔夜就可以 隔夜就好 是 隔夜就可以了 除了我们 我看这样做 我们有没有特别要注意哪些步骤 因为 比如老师这个是腌过的 是 水煮过的 水煮过的 蘑菇 炒过的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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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容易用炒的 但是 煮它我才能没见过 因为台湾的蔬菜太多了 而且真的是 食肚多了 是啊 很容易取得 好 最后一切 OK 好 对 那我们就来 开始把它炸 可以炸 但是它炸 因为里头的东西 都很容易少出一次 就是看皮就好 所以皮就好 皮只要上色就可以 OK 好 我先放一卷 再去试试看 那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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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们在吃的豆腐 就是我家吃的豆腐 对 人家外面已经炸过了 是 其实应该买回来 要吃那种 这种炸过的口感 会自己炸会比较好一点 这种油炸到 辣椒 辣椒 辣椒辣椒 辣椒辣椒辣椒 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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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传统的搭配 就是那个雪菜辣椒辣椒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它用捐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以前 我后来那四百个问题就是 青菜豆腐 湯或是以前用这个湯 其实因为一般的蔬菜里头 它的草酸都 草酸盖都很软 其实不太是跟豆腐一起吃 但是因为后来豆腐改变那种做法 人家以前是盐乳 是 现在我们食用的石膏都可以做 有 所以我们就会有结石的问题 那看起来盐乳的就没有 那不过这个油菜 它用草害物比较低 它的钙吸收率呢 比豆浆或牛奶都还高 它吸收的可力用率高达六种 很高的 再炒好了 我就来这个酱汁 好 这个酱汁也很特别 是油菜的叶子打出来的 是啊 好 你光看颜色就觉得很贵 鲜绿色 再一点点的盐巴 再一点点的盐巴 对 那我们就先准备 勾芡的水 勾芡的水 要切 所以今天可以淋上去 所以要先切?还是要切 要切 这个酱是不淋上去 这个酱是要做电点的 好… 那我们的等一下 要撒一些三葵椒盐 好 可以嗎 好 看一下 什麼東西 看起來是稀稀的 讓它加一點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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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對 超大 超大 香油 香油 甜甜 所以它的醬汁 就是過水的 牛菜葉 然後加水槍去打成 它的汁 對 太鹹 好 好 這個是兩邊的 以後我們可以 三塊椒鹽 三塊椒鹽 對 好 可以 對,這樣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來切這個 切了 我們把頭尾炸黑的把它去掉 去掉 那你的牙籤在哪裡 牙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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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牙籤你炸一炸就融掉了 我就這麼厲害 石神 對…應該牙籤就融掉了 在這邊 好 好… 看你這樣切都要用手手的心 你會用那個口感面很棒 是 然後這個你就撒一些 三塊椒鹽 在上面 對,在上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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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來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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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它的色澤 色澤 對… 看來… 好… 這就是用這個油菜的葉子做 對… 就是充分利用對不對 是 醬汁 白色… 再看綠色 再來一個風色 看見這麼快 再來…再來一個一塊 好 不行 切越多一點 我帶我來個通過關鍵的碎式 是 好… 拿一點點 三塊椒鹽 這個目標就對了 目標 雪菜白葉 很特別 好… 你們家雪菜怎麼做料理 拿豆皮把它包起來 炸一炸 然後再用葉子的醬汁 葉子的醬汁 把它擺盤上面多漂亮 老師 我最喜歡吃就是豆皮 而且今天又是現炸過的 他現在包這個雪菜 不知道… 煮魚什麼樣的 謝謝… 好… 我們先這樣吃 這個醬汁的造型 它不一定要有 是啊 哇…很過癮 現炸 現炸 好… 好… 雪菜醬汁的醬汁 好吃 好… 所以這樣… 吃到的時候 皮淡淡的 對 當然會比較鹹 當然會比較鹹 對… 甜腿的雪菜 來… 哇…好吃 謝謝 雪菜分刀的是炸菜 對 炸菜 對 炸菜 不是炸豆干 炸辣椒 是 要不要醃過 這樣 如果要用豆腐的包起來 很快 很快 這就是這個 老菜新作 老菜在於它的 油菜是醃的 有做雪菜 用豆皮包起來 香炸給它做麵花 是… 這樣嗎 謝謝 而且底部上 附著它的綠色的 對 油菜的醬汁 醬汁 醬汁